Hello,大家好,我是雷姬 现在我在四川省雅安市石面县 昨天我其实就已经到了,但是太晚了 所以就在石面建筑了一宿 这个城市也是大渡河川流而过的一个城市 今天要带你们去一个神秘的地方 等到了再告诉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初年再见啦 我带着别身体中的行李 犹如泥落河地 经过几道闪电 看到一堆光泉 不确定是什么 是不是这里 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 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擦拭我的脑袋 没有机会返回去 直到我听见一个声音 我确定是你 和你曾记得我 也太神奇了这个地方 穿过山洞就来到了一片世外桃源 这个神秘的地方呢 就是大渡河金口大峡谷 据说这里不允许外国人入内 中国人可以免费参观 但是这个牌子应该是从乐山那头进去才能看到 从汉原县这边进去是看不到的 我们呢是从汉原县进去的 金口大峡谷形成于61年之前 低跨了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区 雅安市汉原县和梁山甘洛县 下面流淌的是大渡河 两边呢都是高高的峡谷 据说这座山是一座佛坐在那里了 所以叫金口坐佛 这里海拔这750多 这里还可以坐火车来 这一站叫做关村坝 是我们中国第一个洞中火车站 村村铁路举世闻名 是我们四十万铁道兵 用血肉之躯筑起的一条钢铁长龙 完成了大三线建设的一项壮举 创造了世界铁路建筑史上的奇迹 火车就从这里穿洞而过 看到那座桥了吗 那个桥就是同心桥 我们现在去体验一下同心桥 这里就是同心桥 这是一个铁锁桥的地方 这里就是我们的最美公路J245国道 我们就是从这条路上开过来的 这里是火车站 火车就从这座山穿山而过 然后一直到那边 大自然的美妙 这个桥走过来还有一个观景台 还要再走一百米 又要爬坡了 我敢说这条路比一百米多 我觉得它在鼓励我 让我多爬一点 人家在这住吧 上来以后观景台是要收费的 大人两块小孩免费 下山 我们要走回去了 这个桥确实没有那么陡 这个桥我就赶自己走 想参观这个铁道兵博物馆 但是它现在在建设 下次我再参观铁道兵 我们停车的那个姐姐 她们7月1号才能开 没看上博物馆 我们就走了出发平汉原县 全程80多公里 我们呢现在就到了汉原县下雨了 刚才走的那个J245 好危险 有一个石头掉下来了 砸到车上了 还好没有砸到玻璃 应该不是很大的石头 就比较小一点的石头 然后那J245 不建议大家多带 也不建议大家停下车去拍照 真的很危险 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住车地 又宽敞又好 还是个湖景房 不是河景房 车是停到了那块 然后这是一个步道 前面就是大渡河 是标准的大开间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哦 明天见拜拜